有鉴于全台血库告急 新庄中港狮子会特别举办了爱心捐血的活动 有不少民众纷纷的玩起衣袖热情响应 而狮子会就表示希望透过行动让需要的病患 能够获得及时的帮助 挽救一条宝贵的生命 军雪车的周边可以看到主办单位 已经将各种血型的旗帜就摆放在最明显的地方 有不少往来民众见到纷纷玩起衣袖热情响应 而且还快乐分享了捐血好处多多 因为我是O型血 那我有常常捐血的习惯 那捐血可以帮助社会 那也可以促进自己的新陈代谢 就是双赢的 有鉴于全台血库告急 新庄中港市职会特别举办爱心捐血活动 希望让有需要的病患能够获得及时的帮助 挽救一条宝贵的生命 现在血库非常的贴血 藉由我们的施职会来抛转影艺 要更多的师兄师姐来 大家勇业的来检秀来捐血 这是非常很棒的活动 也是我们施职会的五大社会之一 新庄区立法委员参选人蒋新章 也到现场向施职会所有辛苦工作人员制造卸议 并表示透过这次捐血活动 希望能够唤起更多人士一起投入爱心 实现捐血一带救人一命的口号 我们现在血库各血型都缺血 中港狮子会在中华路这边办这个捐血活动 我在这边也呼吁各位民众一定要来玩起衣袖 响应这个捐血的活动 捐血一带救人一命 这当然是越多代越好 150代以上最好 主办单位还准备精美小礼物 送给参加爱心活动的民众 感谢大家用行动为有需要的病患 共同守护生命 记者黄又贤新中报导